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春夏穿的凉鞋 我今天分享的顺序呢 就是从今年比较流行的高跟鞋 到我平时最爱穿的平底鞋这样分享 那首先呢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 Zara的四双新的凉鞋 首先呢第一双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双Zara的凉鞋 这双凉鞋它前面呢是个方头的设计 它的颜色呢是非常好看的这种奶油裸色 然后它的设计也是非常简约简单的 我最喜欢的设计呢是它从鞋头有一条袋子 一直延伸到脚褂 看起来就非常的利落性 但又很极简 那它穿裙子或者裤子都挺好看的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虽然它的根看起来是这种方头 也并不高 感觉非常好走 但事实上呢它的根非常的沉 所以走路的时候呢会不是很跟脚 会比较累 穿在我脚上是有点逛荡的 也许小半码会好一些 它的样子很美 但是它的使用性并不很强 下一双呢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这双非常简约的这双小亮拖 它前面呢也是这种方头的设计 然后它完全就是人字拖的这种款式 但是它这人字拖的皮上呢有一些压纹 看起来也比较有细节 因为这双鞋颜色是这种比较百搭的黑色 而且设计又非常的极简 不容易过时 而且很好配衣服 也是和今年某些大牌是非常相似的 根呢是这种小短根 虽然很细 但是走起来还是挺稳的 但这双鞋看似应该非常舒服 然而因为它的鞋跟是稍微有点沉的 所以走起路来呢并不是非常的好大 可以看出来它在鞋跟上是比较用心的 用了这种亮面的 但是反而给这个鞋跟增加了重量 导致这整双鞋呢的舒适感下降了一些 接下来这个绿色的凉拖呢 是之前和大家开箱分享过的 它这个绿色就很高级 鞋面是有一些镂空的 看起来会相对的更加女性化一些 鞋跟比刚才那双呢虽然高一些 但是它走起路来非常的方便 比刚才那双鞋跟要轻很多 可能因为这个鞋型设计的非常的合理 即使鞋跟比较高 上脚的感觉是没有那么高的 而且前面呢同时也有这种 加大脚趾的这个设计 也是比较跟脚的 接下来这双呢就更厉害了 这双鞋呢是这四双ZARA里的鞋 最舒服的一双 但是它的根呢也是最高的一双 它的根高呢足足有8.2厘米 但是它上脚的脚感呢 也就是4厘米这种舒适度 它的鞋面呢特别的宽 所以它走起路来呢特别好戴 而且它里面呢是这种几皮的设计 既稀汗又防磨 走起路来非常的舒服 而且这双鞋呢和今年BV的一双鞋 设计的款式都非常香 它的颜色呢有三个颜色可以选择 我选择这双呢是比较偏暗的 还有一双是罗色的 还有一双是红色的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 这双鞋其实是去年非常火的一双鞋 但我一直买不到这个颜色 今年Sense打折 然后终于看到有我的号还有这个颜色 我刚一收到它呢就感觉好喜欢 首先它前面这个方头呢 是比刚才那些方头要稍微窄一些 会整个脚边看起来更加的秀气 那这个颜色呢也是这种非常百搭的裸色 在夏天无论处配裙子 还是各种颜色的衣服都是可以的 设计呢又很简约 也是穿了很多年都不会过时的 而且它在脚腕这块呢是没有任何的包裹的 所以会拉伸整个腿部的线条 会显得腿很长 它的鞋跟是这种零形的设计 因为气皮的关系还会有一些反光 这种小心思会增加整体鞋的这种时髦感 那它唯一有一点不太好的就是 因为它这整个鞋面是比较细长的 所以前脚掌这块比较宽的同学 穿上这双鞋可能会稍微有点不舒服 因为它的鞋跟高度毕竟不低 除了这方面 其他我觉得是很完美的 下面这双鞋的牌子呢 特别喜欢出这种逆形跟的鞋 这双鞋的后跟特别可爱 像一个棒棒糖 然后前面呢也是这种方头 像是这种两拖的款式 这双鞋的鞋面也是比较宽 所以走路呢并不觉得累 但是因为它的跟会比较高 前脚掌这有一个卡大脚趾的地方 所以走时间长的话 两个脚趾尖会稍微有点疼 但它不太适合长时间的走路 这双鞋也是我搭配的时候利用率比较高的一双鞋 夏天呢白色和裸色就是最百搭的颜色了 蓝绿色和牛仔色呀白色那种比较深的颜色都可以作为一个中和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这双鞋呢 是Rickman的这双凉拖 这双凉拖不一样的呢 就是它这个头是尖头的了 也是我今年夏天唯一一个尖头的凉拖 但是我觉得这双鞋是那种非常性感 然后又很百搭的一双鞋 它鞋底这个面呢是起皮的 所以比较防滑踩上很舒服 但是同样也有一个问题 如果你脚容易出汗的话 这个汗印可能会印在前面会影响一点美观 前面呢这个袋子是这种全皮的 就穿上非常的舒服 因为每个袋都有一些间距 所以把重量都平均分到这些小袋上 虽然它很齐但是一点都勒脚 那这双鞋因为脚轮路的地方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还是适合较瘦一点的美观去穿 它的鞋跟呢也是这种比较有设计感的 往回收的这个鞋跟 它配裤子呢有一种粮蛮结合的感觉 配裙子呢又有一种文威性感的感觉 总之这双鞋我真的很喜欢很推荐 夏天这双鞋呢就是比较矮根一点了 它的根呢也就有三厘米这么高 走路呢完全没有累的感觉 它穿起来会显得脚非常秀气 因为它前面的这个鞋尖非常长 同样的可能会显得脚稍微大一点 那后面呢就完全是靠这根 袋子在脚踝这块固定 那这种鞋相对于刚才那些比较凉拖的这种款式来说 可能会在脚踝那块有一个分界点 那可能会没有刚才那些凉拖鞋的腿长 但是它呢有自己的这种风格 会显得更加可爱一些 我个人觉得这种鞋会更加适合配裤子 因为配裙子的话脚踝这块风格会更加明显 那这种肩头呢会显得更加的女人味一点 跟裤子呢正好就一种阳斑的这种对比 这个颜色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这种焦糖棕色 在夏天的这种棕色也是非常百搭的颜色 所以这双鞋我也是蛮喜欢的 那下面这双鞋呢是这双问死的这双鞋 因为当时在店里试的时候 真的觉得实在是太舒服了 脚底的这个面是非常的转的 脚踩在上面都像踩在棉花上一样 而且它这个跟的这个鞋工的设计是非常非常符合脚型的 而且它这个跟别看它非常厚 但是它很轻 所以走起路来非常好走又好戴 那因为鞋面也是比较宽 然后又是这种纯体的 我觉得一点都没有磨脚的这种感觉 而且它的这些镂空在夏天穿也是完全OK的 这双鞋我觉得配这种脱地长裤或者比较清紫淡的衣服都非常好看 如果这一天呢有很多路要走又想编个的话 选这双鞋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下面讲和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这双Everland的平底鞋 这双鞋之前在Everland的那个分享里面我也和大家介绍过 这双鞋我已经穿出去过很多次了 完全没有发现磨脚的现象 而且这个尖头罗色会显得腿非常的长 它是很少数的平底又显腿长的这种鞋 颜色对于我们亚洲人的肤色来说 穿上也不显脚黑 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好看好穿 然后它的皮质也是非常转的 在脚后跟这块里面是有一些脊皮 走路呢就不会掉跟非常的好大 强烈安利达家人手一双 因为它实在太好穿 太好配衣服过 接下来就是这双比较偏裸色又比较偏粉色的这双鞋 也是后跟这有一些脊皮可以避免掉跟的这种鞋 鞋面这块特别长 所以看起来显得脚很瘦 又很有一种性战风的感觉 这双鞋和刚刚那双鞋比呢 没有那双鞋那么好配衣服 但是它这种粉色是非常治愈的那种颜色 下面呢想和大家分享一双非常实用的良托 它的牌子呢是叫Virkenstock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多 我买的这双呢是DVA的这种全塑料的鞋 这种鞋呢在夏天踩水或者去海边沙滩 我觉得都非常的实用 基本上是没有这么重量的 就非常轻 它可以调节脚面的宽度 还是非常的实用的 它有一个足弓的设计 是有一个凸起的这个位置 走路的时候呢不至于那么容易赖 它穿那种缩脚的运动裤特别的帅气 这双鞋还有目的的设计 但是我觉得那个目的的呢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成 就三四十刀这个样子 而且会经常有打折 如果大家想和自己的男朋友 或者老公穿情侣鞋呢 也可以考虑这双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分享的鞋呢是比较多的 大家只要挑自己日常比较常用 或者比较实用的鞋就好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还可以在这些地方找到我 那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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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